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航 今天呢 咱们继续来华强美跳卷二手机 随着最近的行情呢 是一路的崩盘呀 不管是手机还是平板啊 都是在纷纷的报给 这次的话是确实是给了很多 像那个1314系列 还有这些ipad的平板都是给了好几百先来挑一个ipad的2021款 这是m1芯片的11吨的 wifi250公里的像这种平板的话 只要是看着这个屏幕有没有什么瑕疵 坏点漏页 边框的话差不多就可以了 如果说要那种非常新的接近于完美的 可能就是贯客的比较多了 再来挑一个原装的二代收线笔 现在往来挑一个华为的卖菜牛银抛楼 像这款机型的话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溢价状态 如果说是不是很急的话 可以去官网排队 去预约购买 如果是急用的话 只能去加价去第三方购买 目前的话 没得更泡的应该是一价800元左右 目前12加512G的国行全新啊是在7000 但是咱们拿了一台二手的话 也是要7000的一个行情 因为星期的话是要加价的 所以说说二手机的话还是保值率非常的高 再来挑一款小米的这个瓶子是最新款的512G的 像这种整个屏的话 保值比较确实是很差 星期的话过万二手的话 可能就这么便宜两三千块 保值率是一度的报约呀 这台的话也是一个刚几乎一两个月吧 基本上全新就是没有核子而已 再来挑一台华为的卖的四根polo5g版的709000出给去的 这款机型呢 虽然说是已经发售了三年 但是的话 现在热度依然不显呀 目前二手机的话 层次比较新的 还是有三天出售的一个行情 八加250中级的 选择这款机型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预算不是很充足 但是网友要一个麒麟芯片的 但是呢 没他用拋楼又太贵 为他50泡路呢 又是销龙芯片的 不是七零的 说说的 选择是这个没得四根polo 但是呢 说实话 这款机型我是真没看上 发售了三年了 现在还是要三千多毫无性价比 魔术五抛楼 这款机型呢 今天是火爆全网呀 不管是这个颜值 手感性能配置啊 都是非常的优势 这是一台八加256g的边框橙色 算是一个95重新版 原装没拆过的官方代宝 这台呢 咱们是35张稿率 相对比全新机的话 便宜了也不是很多 好 今天视频呢 就分享这个了 我上行 已经在华江北做了十年二手机 从背包客到开大罗多比发到现在四季开工程度 这没几手机方面 我们是专业的